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我为什么坐在写灵箱里吗 因为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怎么收拾 这写灵箱课我先出了 然后我收拾好的药箱是这样子的 里面什么都有 创可贴呀 然后这种点福棒呀 还有胃药啊 还有测体温的东西 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的药 然后这个盒子啊 我很会废物利用大家 废弃的盒子千万别提 老人的话一定要听 这种废弃盒子就是个月饼盒 然后我拿那个自己手工DIY的一下 可能有点烂 但是肯定比人先好看 大家看一下我的视频盒 这个是以前装护肤品的一个盒子 然后这都是我的废 视频 什么废品 怎么可能废品 24K 24K 纯 水钻 放嘞嘞 OK 我看一下啊 我重新布局一下 香 这块 爱 在旁边 放这个视频 旁边放这个视频 然后它上面也放这个 哎 刚刚好的一个空间 哪有过 咖啡 咖啡真的不能烧 不太容易肿了 放在这儿 看 这边就是 还有什么呢 然后 把辣椒放进去 辣椒 把辣椒跟车放进去 放在一起 非常明确的 统先布局一下 等一下啊 军失乱了吧 自己脑子里有点乱 哎 这个空间又大了 就非常nest 可以拍一下 快拍一下 看一下我的生活 非常棒 买了一个粉色的牌子 小粉的 去节目里跟各位兄弟 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 招招跟排绿豆放在一起 小皮筋放在一起 小皮筋 小皮筋 他们三个带来一起 看没看见 箱子的合理利用 我真是一个 非常耐心的人 然后把我们的本子 放在上面 你紧张不 期待吗 期待 期待怎么会准备这么多东西 然后把这个拿在它上面 好 好 好 这是口罩 口罩 放进来 小口罩 这个就非常耐久了 这边就是我整理的一些化妆品 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废弃的箱子千万不要扔 废物利用 我们还能够很多很多东西 方便带出去 方便收纳 它在家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收纳作用 然后我觉得收纳的技巧就是 我们先把大的安置好 再去安置小的 这样空间就可以省出来 然后有合理的利用空间 好 好